今次找你来我都跟你说, 说什么呢? 因为李家超行政长官 就刚刚一年做了, 麻烦你的电话不可以在这声音, 我想请他上来说一说, 有些人叫他家超, 当然不是我, 他这一年有什么得与失, 有什么好事, 给你说一说, 李家超做的最好是什么? 这一年, 说不出来吗? 说一说, 我想想哪一样, 最好是团队的精神做得好, 政府来说面貌转了, 因为之前的特首的确是比较, 运高人胆大, 黑我黑面, 自己做自己的事, 现任特首李家超的确实在搞人际关系, 整个团队方面是有明显地不同的, 有什么对市民得益看得到, 是好了, 眼前一亮, 他团队好是很好, 但没关系的, 最重要是你给市民看到, 哇,这届政府做得这么好的, 以前都没有做过的, 哇, 或者会不会是都, 会不会是都, 会不会是都, 经常有一些新的出来, 都很快反应, 不是, 好东西, 你新东西, 快东西都是, 最重要是好东西, 那些东西不是很厉害的, 好不好呢, 在观点角度, 不是, 市民啦, 不是你和我, 市民有些, 大家当然看到, 哪个人最好, 说, 哦, 开关, 开关, 是北京说的, 他都说他全面痛快, 这又还有什么呢, 昨晚医生医病尾, 当然是他们开关, 开头的时候, 还有我留意到, 每个礼拜, 每几天都有一些新的出来, 在动一些东西, 你看到成效, 你又未必说, 什么提速, 什么提量提価, 有没有那些东西, 到一会儿说, 譬如刚刚今天, 我们通过了, 承知计划, 规划那里, 快出, 程序减省了快点, 今天过了, 昨天, 那我们修订了, 由刑事序计刑条例, 又令到那个, 上诉的漏洞, 都仍然是有效力的, 我刚刚在法院来的, 弟弟, 那他们审完, 没罪了, 不是, 我收到例, 没罪了, 我立刻上诉, 全部坐婚进去, 不是, 是不是这样, 你解解给他听, 因为有些人都很忧心, 不用担心, 不用担心, 因为基本上, 我们以往, 就是在裁判法院的层次, 地方法院高一级的层次, 刑事罪案很多, 都是在那里审的, 这些是, 一个法官, 或者裁判官审的, 基本上, 都跟现在, 周改召的程序一样, 就是说, 即使, 判了你无罪, 即使, 判了你无罪, 判了你无罪, 但如果法官判错了, 律政司有权, 所谓case stated, 即是叫法官, 将整件案的配据理由, 写出来, 然后再上诉, 这个已经一向有了, 不过在低级的裁判法院, 和地方法院做, 到最高法院, 现在叫原众法庭, 由于是陪审团审讯, 陪审团是不需要给理由出来的, 所以往事, 通常都是只有被告可以上诉, 就是说, 在法官引渡陪审团的时候, 引渡错了, 令到结果出来, 是不对的, 不fair的, 于是就可以由被告上诉, 但以往, 控方没得上诉, 输了就输了, 脱了就脱了, 这个以往是这样, 现在就修正了, 导致到, 如果真的法官引渡陪审团的时候, 明显地错了的话, 主控官都可以出话上诉, 那国安法那些案, 没有陪审团了, 三个国安法指定法官那些又如何? 那个就跟回我们现有的, 譬如是裁判法院, 地方法院, 由于是法官审了, 无论法律上, 事实上都判断了, 即是习陪审团和法官一身的角色, 判出来的案, 其实都是有上诉, 控方都可以上诉, 现在归一班整体上, 都是可以上诉的意思, 技术性的问题, 那不是说没有追索力, 但现在的案子还未完, 所以一定是可以包括这件案, 是吗? 如果还未判出来的, 可以这样说, 所以有些人不是很忧心, 家人也好, 各样也好, 你未必特意针对他, 不过都针对了, 是吗? 感官上, 当然有些批评就是, 为什么这么急啊? 为什么这么急啊? 急呢, 主要是因为上一年, 年底的案件, 有三件很严重的毒品案件, 在香港, 在机场抓到的案件, 都是那个法官引导, 陪审团是错了, 不让陪审团审了, 就说, 议案停了, 因为没有足够证据, 证明他们的意图, 真是知道那些毒品是戴在身上, 于是就已经审都不让, 没有了, 那晚那些人立刻飞走了, 那些被告, 堵塞的漏洞, 这个是往年, 已经跟着立刻做的了, 做得来, 现在差不多半年都上到立法会, 但是碰到线又遇到, 国安案件, 那个程序又需要做, 所以一起做, 感官上, 我觉得为了黎智丹案件, 其实不是的, 我相信都不是, 但是因为感官上, 好像就着它, 我觉得是有少少需要澄清, 其实是不是另外的漏洞呢, 就是好像我们刚刚在法院过来, 有些人坐了两年多了, 困住, 没判罪的, 没有保释, 这个是不是漏洞呢, 为什么会这样, 很多人都跟我说, 它以前不是这样的, 而且有些律师跟我说, 其他很多案都是不给保释的了, 现在, 动下都没得保释的, 其他案件就没有, 没那么厉害的, 那这个是不是, 通常是在谋杀案才不给保释, 其他案件都有, 那好像有件强奸案, 没有啊, 一般给保释的, 一般给保释的, 除非是有风险, 是说它会真的潜逃, 有潜伏潜逃, 或者它是会疏要证人, 未有国安法之下来之前, 我们的案件的而正确有假设, 一般都是倾向给保释的, 除非证明到有刚才所说的风险, 但国安法的而正确硬借很多, 就是说, 除非你反过来, 将证明举证在被告身上, 他不会再违反国安法, 才给他保释, 那第一个都未判罪, 怎会再违反, 第一个违反都未曾证实, 但是你觉得是不是很差, 你无端端都未有人伴罪, 你违了几年, 这个是真的, 我觉得在国安来说, 由于可能那个严重性, 他们担心, 所以的确是比较tub的, 对于被告来说, 我觉得是很差, 另外一违住, 你知不知现在, 你知不知多热? 我也常常在探, 是否可以叫当局做些事呢, 因为现在你说, 哎呀安冷气, 安冷气不是什么豪华, 什么设备, 有人今早才跟我说, 他说这个是人道问题, 我也说了, 难道你真的想在囚人士, 中暑或者死几个, 或者什么才有得搞吗? 多热啊, 尤其是温柱, 以往没有那麽build up的时候, 有些海风, 你都说可以接受, 现在气温高了, 又少了风, 而且是很辛苦的,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想的, 你可不可以跟处长也好, 我们反映一下, 反映一下, 那说轻松一点, 睡觉那里, 马逢郭主席, 他是不是很辛苦? 人家说他好像坐下几分钟, 就睡着了, 那被书署说,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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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按针一针才醒, 是否真的闻都不紧要呢, 立法会里面现在, 我真的可以想像, 你都睡着了, 他呢, 我跟他申报利益, 他是最想做柳一会主席的, 不过最差不能做, 就是给你做你都睡觉, 我有兴趣, 但是不是最想做的, 就像业楼, 开业楼又很有兴趣做行政长官, 又不能做, 都是要建基于以前的制度, 你比现在的制度, 我觉得做都是, 你都不做啊, 做都是浪费, 或者没说浪费, 是不同了, 我比较喜欢听一些辩论, 因为那些辩论太多, 现在没什么辩论, 你又不在, 做什么辩论, 又没了长帽, 又没了, 没了火花, 真的有时候会闷一点, 真的很惨, 但没理由睡觉, 做主席都, 他有没有向你们道歉, 我还未收到, 喂, 马逢国, 这位浅说没收到的保险, 那我回来房, 不用跨这么远, 真是惨, 我听到那天, 整个三岁分流, 就无端端是易志明, 要收定, 就嚇到政府, 不知道是不是就嚇, 就搬了狗仔队, 有脑有乱的, 在各个出口看着, 然后, 正座还好笑, 发信问你们怎样投票, 喂, 有没有搞错, 你怎样投票, 要关他事, 你有没有罵他, 我没有罵, 不过我觉得, 当然是, 或者是新人, 他们很惯, 还有, 有一样东西, 我觉得有一些, 或者这一届作风不同, 跟我们以前差很远, 就是, 一方面政府合作多了, 但是政府的主导角色又多了, 很多时候, 他觉得议员都真的要跟他们配合, 变成他们觉得投票都好像是, 没什么, 应该跟回大队, 跟回支持政府, 这方面的独立性是少了, 那很惨, 做议员, 有些人说, 哇, 那这些人, 那都制? 他好像不知道, 当你们是什么, 摆布, 国情啊, 国情啊, 这个又是李家超, 这一届的, 很厉害的做法, 是吧, 那怎么办啊, 有些人还说, 我们现在还民主过英国国会, 民主过哪里的国会, 是吧, 有人这么说吗, 叶柳姑切辩论就是, 完善会议会选举, 他以后, 你这些人选出来, 你那些选民应该是多, 英国国会议员那些选民, 所以我们的制度是, 不可以给的, 不过当然, 客观来说, 事实上, 英国国会的一个议员, 他们的选区是五万至七万之间, 其实我觉得是对的, 对的, 我们那时百几万怎么做, 是吧, 但因为他的选区是这样, 有这么多选民, 就是表示我们香港的制度, 就是民主过别人, 这个说法我又不同意, 人数我们是多过他们, 但你讲过方式是代表性, 我觉得两段不可以比较, 不是那一回事, 你选不选? 现在都未决定, 是不是等西环发落? 直选怎么都应该是不会的, 不会参加直选, 哦, 因为还有些我都忘记了, 除了这么少的直选, 有些是委任, 有些是三户, 有些是间选, 你是哪样? 以我这样的年纪, 我们应该给一些年轻的人去, 即是你等委任? 不是等, 但我想我们要商量一下, 因为我都, 兼着两边的会, 有时有好处又不好处, 就是区议会和立法会, 有时真的, 如果是新制度之下, 要这么多时间, 或者要听听局长, 要吩咐做些什么, 可能做不行都不行的, 即是不做? 现在还没定完, 不是, 你意思是不是说, 如果你做委任区议员, 就不用怎么做事? 也不是, 是, 你都要开会的? 都要开会, 所以我就要考虑一下这个时间上, 白姐姐怎么说? 白姐姐, 她, 白姐姐说, 你照顾她的选民, 你现在继续要照顾, 我反问你, 民主党如何? 民主党不是在谈, 前几天, 罗建希坐在你椅子上, 他都说了, 我常常听到他说, 但暂时不是在谈, 你建不建议我们去? 你现在坐在民主党里说了, 你建议什么? 我建议任何情况下, 都尽量做到多些参与的, 即使很困难的情况也好, 因为始终你都是盲着目标, 是为人服务的, 如果政党做不到这个目标的话, 其实都没必要的, 会不会很屈辱呢? 我早都用了这个字, 林仔骂我, 都继续用, 会不会呢? 你觉得? 我又不会用屈辱, 但你不要期望, 好像以往那样独立事主, 你可能很多东西, 真的的确是要为了大我, 而牺牲少我多些, 什么声音, 你不要吓死他们, 你现在在想如何牺牲? 譬如你所讲的屈辱, 意思是可能没有权力那麽大, 或者你可能要听指令性的东西, 合作东西多些, 怎样指令, 好像指令你们那样? 譬如现在有新的要求, 当局会给一些指引, 你要开几个会, 某些议题是政府给你的, 你要咨询市民, 那个道向是一单元一点, 上面给你又要做些事, 不反过来我们以往, 所谓叫agenda setting, 就是议题, 我们以往是独立自主, 创意多些, 现在可能会将来硬性化, 官式化, 即他有些东西, 你就这几样东西, 好像现在说什么, 吸烟,禁烟, 你去咨询一下, 待会又说捉老鼠, 你又去咨询一下那些, 有些想咨询一下, 基本法23条立法, 你猜有没有给咨询呢? 第一, 应该这个就是out of scope, 说没有中英夹杂, 这个真的没得谈, 离开了范畴, 因为现在那些区域很紧张, 就是那些地区的福利, 一些建设那方面, 医疗那些都没得谈的, 医疗那些都没得谈的, 很多东西都很政治化的, 医疗教育, 交通文書, 任何人的东西都是政治的, 广泛来讲, 很多东西都没得做, 政制的东西就没得做, 他们现在在区里面, 帮街坊那些可以继续帮人, 第一件事就是要拿提名, 才可以去, 看会不会被人取消资格, 民主党拿不到提名, 你说, 他说三合会, 不是那些三合会, 是这个三合会, 拿不拿到提名? 这个真的看中央政府怎样看, 因为这个实际上他们, 坦白说, 如果不被绿灯给任何人参资, 理论上都过不到, 特别三合会的提名就不容易, 你说我们有没有为了去搞这些东西? 正如我所说, 任何政党想继续做政党, 都是想尽办法保存着实力, 保存着的参与度, 我觉得困难程度下, 总之打仗, 那时你都尽量狗扯都偷生, 希望打完仗有和平日子, 现在都尽管在政治上, 香港经历过一个比较大的, 比较高压的改变时间, 何时真的可以宽松一些, 看看我们这几年怎样做, 但你都要给些空间的人去参加, 是, 我相信我相信今次会有足够的位给大家, 真的过来最起码, 我加上都这么少位和足够, 我相信那边都自己争都争不争崩头, 每区予了一个大区里面, 商议席, 予了两边人一个, 那你就一个民建团, 一个工联会就是一个, 泛民那边呢, 或者一个新闻党, 和理非那些, 是吧, 是吧, 唉, 不可以代他回答, 但我估计过程现在都很快, 他会进行中, 是的, 其实民主党先排上, 吃饭都这么辛苦, 你都听到的了, 我都叫过你来, 不过你那天你不是在香港, 不过你又答应了, 你都没得吃, 马上取消, 这么吃饭都吃不到, 是吧, 是吧, 我相信没可能没地方, 真是可以做到这件事, 是吧, 找了几间他都不可以, 下次我试着帮你手, 因为张宇人帮, 张宇人就实死了, 你帮一下手吧, 这个问题就是, 如果这么简单, 我们现在不是说要号召一百万人游行, 如果那些你都说怕, 那你给人吃饭都这么怕, 喂, 政府是不是真的怕得很紧要呢, 我想知道, 是不是怕到腾腾震, 真的, 我不觉得, 我觉得可能个别的官员, 个别的人士, 有时可能会过, 我这段都很流行说, 不要零左密右那件事, 可能有时会执行上偏, 偏得太左, 很多人都觉得他们左得很厉害, 有些个别, 或者太重视国安概念, 什么都国安化, 你叫他们不要这么阻止, 这么紧要, 行不行, 我都已经是其中一个最, 我想最多的讲这件事, 其实讲得多了已经, 你说你自己是红队, 队员, 你现在超到我, 但我又不知你何时做过红队, 他何时邀请了你, 喂, 红队开会, 快点来坐下, 有没有啊, 反正有不同意见, 或者说那些, 不是大家都讲的东西, 我觉得已经是红队, 那叫红队, 那我们想讲, 是什么, 我们黑队, 黄队, 黄队, 即是怎样红队, 他那个红队, 怎样冲作, 是否他自己在房间, 就是那些迪宝奴的讲法, 戴什么没有, 你如果是有商法, 有讲戴红的意思, 即是说有些, 即是给一些contraview, 即是相反, 我知, 即是他自己的官员, 即是他自己的官员, 即是他自己在房间, 在这儿, 喂,你扮红队, 你说几句, 就不是我找你其他人进去讲, 他不是这样的, 他自己有官员, 他自己自己, 还有些人附下做, 即是今天你做红队, 明天你做红队, 有些市民就觉得现在很难搞, 一讲些东西又说你, 又说你什么挑拨, 什么煽动, 又说些东西又说, 什么引起市民对特区政府的仇恨, 或者什么, 你觉得是不是搞到, 真是个个都, 不是政府腾腾阵阵, 是市民腾腾, 这个是过了的一种迹象, 即是如果你下次都用语言入罪, 或者将过分地, 因为其实基本上任何东西, 如果是和政府的执政措施, 是有相违背批评它, 都某程度上, 从广义来说, 可以说是令市民对政府有恶感的, 那你怎么说呢, 香港不是靠这个东西成功的, 香港是一个比较宽松的社会来, 我相信这种自由都应该要保存, 现在是过度期, 现在可能过度紧张, 其实好像不适应怎么玩这个游戏, 我记得那时董先生, 董先生很厉害到头条新闻, 低脆微, 都一直搞, 低脆微很不喜欢, 都一直比, 好像林郑说, 罵星岛的说, 访问他, 他说, 你招呼了我几次, 不过我都接受你访问, 现在没得招呼, 为什么会这样, 人家说成相土女可以撑船, 有没有人听过这些东西呢, 就算我们以前皇帝都有一些贱官, 那些贱官不会死的, 贱园不会拉出去斩的, 有些贱制都会停仗, 都会有的, 但是真是好的皇帝就不会了, 所以我就希望, 不单止是特区政府, 北京, 他们都要了解一下, 如果他坚持香港继续有一国两制, 香港可以扮演自己的角色, 为国家服务, 香港好像真的不是这样的, 以前是很自由啊, 很安全啊, 大家都可以说, 你说有些界线, 现在有国安法在这里, 但是不要令到界线很模糊, 大家都不知道, 你不要说, 你说就抓你了, 出去就没有了, 嚇到神经, 那怎么办呢? 是, 完全不过了位的, 我同意的, 因为现在我们是有点捉我的, 那条线怎么画, 但是在过程中, 有些过了位, 过了位, 尤其是新闻界, 新闻界就很害怕, 是, 那怎么做新闻, 因为如果没有了新闻, 没有了新闻自由, 哪有表达自由呢? 哪有言论自由呢? 那香港一国两制没有了, 香港一国两制没有了, 如果没有新闻自由的话, 加上你说有这么多吸引外资来香港, 跟着你说要中西要汇瑞也好, 你说要保持香港特色也好, 令到香港真的要有价值, 对中国来说有价值呢? 还是需要保留这些价值? 你说中西汇瑞, 又在立法会, 有个议员又说, 什么善权辱国, 那他说什么? 原来是在一个教知会, 那个大学那个, 因为它里面有很多西人, 尤其是很多西人是讲英文的, 那他们又说, 为什么要讲英文? 全世界最多人讲的就是华语, 要么是法文, 要么是西班牙文, 数到手段都没有人数到英文, 你怎么办? 那是不是我们要把所有讲英文的教授, 那些什么都不能弄走? 如果我们还是想对国家有用, 赢过上海, 赢过其他大城市的话, 香港一定要有很多西人在, 很多英文的东西, 很多欧洲的东西, 你才可以保持着香港的特色, 才可以竞争, 我明白是难的, 因为现在面对地缘政治, 被人打我们, 最容易现在是向后退, 面向内地找国内的保障, 一个大的大树遮阴, 这是很容易做, 很容易交货的, 但是香港不是这样的, 我一定要有一种决心, 多难都好, 我们要面向全世界, 我们要争取, 阿爷才觉得我们值得, 一个女生给我们, 要不然大家都向后退, 那西班牙要找你香港? 为什么他们这么针对英文呢? 我们是学英文, 英文是基本法, 是法定语言, 现在又改了它用法文, 西班牙文, 用日文, 学音乐, 学音乐, 学音乐库, 英文是语言上的音乐库, 所以你无法子, 你一定是最, 不是几多人口讲这件事, 而是你跟全世界所有其他人讲, 都是这种音乐库, 你不想做一些新的中国式的音乐库出来, 你这些议员常常知道香港是怎样的, 有些人就觉得, 你又坐在立法会, 大家好像很不自在很不自然, 因为不是说大家要去崇洋, 但我们香港是这样的, 有些人又可以说, 可以讲英文的, 现在又好像讲英文, 好像红水猛兽, 或者不知什么, 那怎样搞呢, 阿波, 阿波都是英文, 我们只可以尽量, 尽量在新的环境下, 新的制度下, 尽可能都适应, 但都不容易, 适应他们说不准讲英文? 不是, 适应我们怎样可以保持, 以往那种价值, 香港的重要性, 所以这样很难搞, 香港这样下去, 有些人说不知走了几多万人, 又不知走很多小孩, 那些家长也很担心, 现在那些先生要去骂学生, 那天我看到新闻, 他说他走人家学校门口, 拉客人, 有些人说, 人家未必是善权欲国, 但都很侮辱, 要他走, 好像扯拉一些, 那你说, 是什么事, 你说我们香港搞成这样, 是, 大声点鞋, 鞋到北京都听到, 你知道吗? 听到的, 听到的, 为什么不做些东西? 有些事, 譬如, 有些事他下了个指示来, 其实不觉得我们, 好像董建华当时说, 他说什么指令不出门, 我又不信北京指令不出门, 例如, 如果习主席说, 明天10点在立法会见面, 他的秘书就会说, 九点半好了, 到齐了, 因为不可以迟, 跟着他下面的秘书又会说, 九点钟好了, 一路一路传来, 于是, 每个人四点钟都坐在那里, 好像我们洗星期礼, 北京都是, 五点钟都坐在那里, 不齐了, 你说起, 我觉得那次听到最好笑, 宣誓, 不知今年还是哪年, 早上10点宣誓, 叫那些议员, 因为那些议员是很离谱的, 有些是迟到的, 我也是, 我经常, 他那次说, 我看都看都看都看, 如果你不是几点钟到, 我们锁了门, 不准进, 我没听过, 喂, 你什么人有权不让议员进来宣誓, 那一定不是上面叫的, 怎么会搞到这样的, 顏面何存呢, 这就是, 顏面何存呢, 我分地解读, 上面的意思, 这个是我们本地人的问题, 本地人的问题, 最初, 在内地的省市, 那些管理层, 习惯了领导, 知道北京的命令下来, 我们怎样去应变, 上有政策, 下有贼, 但是到现在香港, 好像现在新发财, 政治上的新发财, 不知道如何应付这些问题, 于是不如零座物友, 稳阵一点, 现在变现象就是这样, 那真是很惨, 不靠你了, 因为你在里面, 你找多几个盟友, 你们这些党友, 就用心, 不要说, 怕不怕屈辱, 真的为市民做多些事, 就行了, 不要被人拘捕, 你做事被人拘捕了, 大件事, 有些线, 是可以小心提提的, 好的, 我们商量一下, 安全地为市民服务, 争取多些位置, 好的, 多谢Paul, 多谢你, 辛苦你健康, 多谢, 拜拜, 谢谢, 谢谢, 就业员你刚才说, 要香港更多的面向世界, 而不是一米那样向后, 退回去大陆那边, 那你认为香港, specifically, 应该怎么做呢? 首先, 不要只是, 每次都说要去大湾区, 要去内地, 好像我们今次暑假团, 给了个例子, 以往, 好像刘弘卿卫在那里的时候, 我们会去全世界, 北欧, 去英国, 就算去日本, 新加坡, 都会去, 台湾都会去, 但是今届, 譬如现在我们完了, 今个暑期, 搞成那些团, 立法会团, 全部都是大湾区, 福建, 跟着又去, 都有个新加坡的, 但是都在我们国内, 我觉得是这种, 或者这种, 虽然我明白到, 现在是面向全世界, 特别英语国家, 对中国都有压力在那里, 但是我们正正就是这样, 才更加要突破性出去, 向前望, 难都要做的, against the current都要做, 因为如果不是的话, 香港没有了意义在那里, 难道留在上海去做什么, 上海做不到的, 那就香港去做, 香港有我们以往的一些传统在那里, 有我们以往的一些价值观在那里, 就做, 但效果可能都是辛苦的, 但都是要做的, 还有没有其他问题, 是, 你是哪里, 读媒, 你可能这样想问, 因为刚才都问了, 可能觉得回股一年, 特首你家车做得最好的是什么, 如果要你说一样, 你觉得做得一样, 要改善的, 你会觉得是什么, 我觉得它可以是, 或者在用字的时候要小心一点, 发现的时候可能不要太多, 它现在有倾向就是conversational, 就是聊天, 有时它自己的东西, 我理解有些团队, 有时怕它讲过籠, 还有它经常是创造新的中文字出来, 有时是, 你可以说亲切有余, 但是就不够, 我所用的就是不够presidential, 不够statement, 即不够政治人, 应该用那种比较庄重一点的语言, 我觉得中间有个平衡, 你太过严肃, 太过死板又不好, 但如果太过好像一个警察, 或者一个执法部门的人讲话, 又不是一个恰当, 我觉得应该有适当的平衡, 包括譬如我们用的字眼, 有样东西都公开批评过, 虽然国内, 内地很流行用那些, 又打又抢人才那些, 我觉得这些都不是香港, 以往惯做的比较优雅些的文化, 我觉得这些我们不用一定 要跟随内地的各种做法, 而香港有自己的style出来, 是styleish一些, 我觉得这些可能我自己个人来讲 比较喜欢些。 有没有其他? 是。 我先补充一条, 就是刚才都有提到, 政府是太级细, 是原界政府是太级细, 可能深刻碎量了一些公众咨询, 或者立法会的角色, 你走这个现象, 你对政府有什么情况? 我现在过分地想有结果出来, 但是在过程上, 的确是bypass了很多东西, 我觉得如果真是珍惜立法会, 珍惜各界的民间声音, 作为一个咨询过程, 是可以不用太过, 或者叫往过正, 而应该多一些听听, 多一些意见才做事, 包括主导性, 如今早其中一个例子, 在习惯大会往先, 看Emily在那时, 我们真的问什么都可以, 甚至如果你说不好听, 可以ambush政府, 让他们这样, 在我心目中, 这样的议会会过瘾很多, 有些事令政府真的要有压力, 要面对要回答, 这种是施政的, 我觉得其中一个是TESLA, 就是你是否真的可以, 应付一些压力, 或者一些难题, 甚至可能有些事是, 我们叫Red Team, 问些事你可能回答不了的事, 但如果你下次都要arrange, 如今早讲完题目, 在哪个范畴, 限制得好死, 如今早讲什么民族, 女友, 或者法律人才, 其他全部不可以问, 或者很近期发生的政府, 可能不是那么舒服的问题, 又不可以问, 那不是那么全面, 但这种可能是和谐一些, 但我觉得我们以往有我们的好处, 主要是香港的价值观, 无论法庭都是, 一个公司, 甚至被告双方, 控制双方要撞, 撞完之后, 由法官判断, 对还是错, 或者裁判断是是是非, 乐法会或者议会都应该撞, 由市民或全会判断, 哪个对哪个错, 这种撞是很紧要的, 如果社会没有对撞的话, 当然有些现在西方国家, 对撞得太紧要, 就过出不前一些东西, 但我觉得我们香港以往, 可能过了位, 但一下修正的时候, 是不是修得那么重, 去到完全没有对撞, 我又觉得不是好似, 对待会儿。